好 我們知道11月到12月 很多高息ETF要換股了 所以趙華早早就安排說 誰可以幫我講這個題目 因為他要了解每一檔高息ETF的 換股的邏輯喔 要知道邏輯才能從他們現在 可能持股還不多的那些候選人裡面 找出一個對的清單 所以這個苦差事就輪到你頭上 這一波的高股息ETF的換股 我覺得大家非常的期待 那趙華也非常期待 昨天就已經有預約這個題目了 我今天就跟節目製作的小組說 這一題沒問題就交給我 好 那我覺得最近大家會討論 當然是說心血是哪一些 因為這個不只是高股息ETF的持有者會介意 因為他想要換到比較有潛力的股票 那對績效 因為大家知道說 其實下半年高股息ETF的績效還好 所以希望透過這次的換股 能帶來一些活水 可是主動型的投資人 也在動上半年的歪腦筋 就想說換股 那會不會有一波的行情 雖然上半年吃豆腐是一個陰影 但是又來了 我覺得下半年可能不一樣 因為上半年吃豆腐很容易被出貨 可是現在應該也不會有出貨這個問題 那我們幫大家整理 包含這個005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高股息ETF 當然0050是市值型的 是拿來給大家做一個對照組 那00878、0056、00919 其實這些規模都非常大 包含今年上半年非常夯的這個940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些規模加起來 光是這四檔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一兆了 所以為什麼這次的換股會讓大家有所注目 是因為你如果20%的股票換掉就好了 那一兆20%那是不是就是2100了 所以這個量是蠻大 這些普遍都在年底前會有換股的一個動作出現 像940這個是12月20前就會公佈 那12月23號生效 所以大部分是落在這個12月 只有這個878比較快 大概11月底 那你考試不要期末考前一天才念書 我們現在先優先的準備 所以這次的換股 我們就幫大家來掃描一下 首先如果你要找這個高股息ETF換股的名單 你如果是主動型投資人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是最重要的就是市值要大 你不要一廂情願就是說 我的高息的這個殖利率股票會被選入 如果市值不夠大是不會被ETF選入 第二個就是股力的層面 還有第三個財報層面 我們一一解析 像0056他選的就是上市前150大 那00918就是市值上市貴的 不是上市 所以它的範圍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想要被0056納入 或者是說你在抓00918 你就要去看整個台股上市貴市值的排名 拉出來 然後這150檔裡面去看 哪一些殖利率不錯 但是沒有在名單裡面 這樣入選率就蠻高的 那比較寬的已經是最寬的 大概是915跟940 上市貴前300大 所以基本上等一下我們幫大家這個縮小範圍 至少要上市貴前300大 你才有機會被納入 那第二就是說既然是高股息ETF 這一點很重要 預估的股利率 那什麼叫預估股利率呢 就是通常他們會過去一年的EPS 去乘以過去一年或過去三年平均的 這個現金股利發放率 所以盈餘發放率你要去看 那你再把這個EPS去乘以這個盈餘發放率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以當前的股價來說殖利率好不好 那以0056、00919、00878跟00940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選在年底換股呢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在預測明年了 就是卡位這個除全息的行情 但是通常到這個第二季還會再換一次 就是看誰真正發出比較好的 去做兩次的動作 那財報這一點也很重要 EPS越高越有機率入選 因為可以提升股利 所以第二個層面跟第三個層面 其實是要一起看的 那另外有些高股息ETF 它的報酬率比較好呢 是因為還蠻注重過去一年的盈餘 或者是ROE是否有賺錢 比方說這個00919、0056 通常是預估殖利率 那這樣的快處是說 可能會大起大落 其實這兩檔0056是去年高股息ETF 報酬率第三名 應該會有景氣循環股的問題 對,那919去年報酬也不錯嘛 那今年這兩檔呢 都是排名在平均值比較下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以預估股利率來算的話 就是像趙華講 可能會選到一些比較景氣循環股 相反的 像918、915、713 這三檔都蠻care這個財報因子的 這三檔剛好是今年高股息ETF的前三名 所以呢 你未來選高股息ETF 可以建議啦 有寫財報因子的優先去看 低波動因子也蠻 實證在台股裡面 績效報酬會不錯 好,那講了那麼多 我們就進入到這個選股名單 所以最重要還是幫大家列這個 上市櫃市值前300大 最多最多到300大 那你要根據 比如說你主動投資人 你要猜這個0056換股 那你至少可能就是只剩這兩檔可以去看 就廣達跟從越 大概是這樣邏輯的概念 那這些股票是幫大家選出來 就是在市值前300大裡面 我去看還沒有被那麼多高股息ETF持有的 那他們的這個盈餘發放率 我幫大家統計近三年 因為這是根據高股息ETF選股的邏輯 那像廣達的這個盈餘發放率相當不錯 那從越跟紅犬的六省其實也不錯了 因為這個其實還要同步看 我右邊這一欄 上半年EPS搭配他們的這個年增率 因為他們的盈餘發放率穩定 那是不是如果以這個紅犬來說 年增率EPS超過三成 那我的股例明年就有機會增加三成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那盈餘發放率最好就是今成 留意識100%非常大幫 等一下會來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選出來這些公司 基本上也都是成長 那前三季營收的年增率 也都表現得非常好 這樣才有機會被入選 那如果你是主動型的投資人 在吃豆腐的話 這樣基本面的公司 萬一沒有吃到高股息的入選 至少我覺得 至少體質也不錯 風險比較低 那另外我覺得 營建股最近敵人產 好像以國泰建設這個國建為例 其實我覺得這一類的營建股 入選的機率也是蠻高的 因為最近跌下來 這個本益比低 那殖利率又高 就很容易被選入 大家可以做一個綜合參考 好那我今天先幫大家講了 第一個是反而不是入選的 就是有可能被退學了 你覺得星象有可能被退群 對 目前 目前只剩下940 持有這個星象 因為上半年 因為它漲太快 已經在5月被退過一波了 我這邊反而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看到你的這個投資的個股 被退群了 反而可以把握一下機會 你看上一次退群之後就下跌 就下跌之後一路往上漲 再創新高 所以高股息ETF我覺得 不管它是入群還是退群 是一個參考 但是你不要當成唯一的基準點 以現在的營收 不管是9月營收歷史至高 還是累月營收歷史新高 前三季營收年增快三成 反而就是一個好事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有機會入選的 像京城我覺得入選的機率還蠻高的 就是資訊服務業龍頭 那他已經連續15年 背景沒有斷過 那以目前的K線來看的話 我覺得不管是存股足 或者是想吃豆腐的人都會覺得不錯 因為其實已經在高檔 已經整理了一陣子 已經整...現在要突破前波的高點 有沒有辦法突破不知道 7月以來前面有三波高點 目前大概已經到了 不過現在以這個K線來看 位置不錯 月線上揚 那季線也是上揚 而且前三季的營收是歷史新高 那第三季的這個EPS 最近也要公布了 我覺得剛剛為什麼把營收列出來 因為你第三季的EPS公布 如果成長不錯 那再乘以過去的盈餘分配率 那就更有機會入選 籌碼其實也不錯 我們看到400張大戶 這兩週是買 那這幾天的投信也是站在這個買鈔 搞不好就已經開始了 對 那跟大家分享 其實京城在下半年有一些梗 12月他的子公司 京城金融科技要申請新貴 那這一家是台灣 你如果去刷卡 不是有刷卡機嗎 市佔率七成的龍頭 所以他子公司 即將要這個申請新貴 而且之前台灣大入股 買了11%股權 入股價是123塊 所以大家可以當個參考 有些人會把這個當支撐 確實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過去 他發股利的情況 其實純股族 這家公司真的是不錯 可是過去我不太喜歡他一個點 就是我都叫他五元均 每年都配五塊 他就是配五塊 可是今年不一樣啊 過去連續八年都只配五塊 可是他也是算有情有義啦 我賺EPS六塊七塊的時候 我配五塊 可是我賺不到五塊的時候 我還是配給你五塊 我補給你五塊 那今年5.2多 那0.2很感動 兩毛 很感動 那代表說他的位分配 應率可能越來越多了 他也覺得說可以多配一點 那今年的上半年的EPS 就已經四塊五囉 去年一整年才六塊 所以累積的年增率 今年上半年就已經超過兩成五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一下這檔公司 好 今年為什麼那麼強呢 我們來看一下營收的比重 可以看到綠色這一塊增加比較多 綠色這一塊今年在上半年 佔了31% 去年一整年佔25% 這一塊就是什麼 就是科技產業 所以社會資安跟這個AI 生成是AI 數位化轉型這些 其實呢 台灣科技業今年的好轉 也有帶動金城的業績 所以我覺得金城也是 蠻不錯的一家 存股主可以觀察的公司 接下來是金鼎 董家軍的金鼎 我們的明漢協理 有提到金鼎 現在股價整理也不錯 前一波的高點 大概就是在七月初 那時候漲到這個將近四百塊 是非常非常的兇 但是最近的股價 雖然起起伏伏 可是剛好沿著這個季線 這個季線已經上揚了 那每一次碰到這個紫色的半年線 也有彈起來 所以這裡剛好是均線糾結的位置 那我覺得第三季的財報要公佈了 說不定可以幫忙突破一下 因為我們看九月的營收 我們看九月就好 就歷史最高了 如果我們以這個2021年 開始看月營收的話 其實一直成長以外 最近八九兩月營收密集的入障 那年底有機會再入障更多 代表入障期已經開始 七八九月的營收的年增率都五成以上 那前三季的營收年增率才兩成 所以代表怎麼樣 第三季的營收是比上半年強很多 那有機會如果說第三季EPS公佈 那就拉一根 那EPS公佈不錯 又有機會增加入選高息ETF的比例 所以我覺得金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金鼎最近其實也蠻強勢的 就是股價至少沒有往下走 為什麼呢 像這幾天新聞大家都知道 這個HBM這個記憶體的題材 輝達有要求說要提前半年出貨 海力是要積極的出貨 那另外三星因為良率的問題 HBM的良率其實算蠻低的 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他們現在就考慮 不然這個就交給台積電還代工 所以HBM的受惠者就是台積電 另外一檔其實就是金鼎 因為金鼎是有提供做記憶體的設備 那HBM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也幫大家科普一下 這個是GPU 那大家知道GPU其實在AI的 這個應用裡面非常非常重要 那HBM其實就跟現在COWAS 或者是西光子大家的概念一樣 跟現實生活的房子也一樣 是 土地越來越少 主機板位置有限 麻煩蓋高一點 蓋高一點 所以以前第一輪只有一層 我們現在好幾層 往上蓋 速度跟傳輸的量都可以比較大 那這個HBM的熱潮 其實今年這個延調機構統計 這個產值年增大概是66% 明年還會有50% 那剛好呢明年還沒到嘛 所以金鼎就是受惠於這樣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金鼎大家可以看 它不只股力不錯 而且其實它的本益比 其實也是低的 十幾倍 在設備股裡面算是相對委屈的 好那最後呢我們看重越 重越是在裡面裡面 K線比較強的一檔 因為它今年的財報真的很好 前三季就已經賺14塊了 那去年呢 一整年賺15塊 2022半導體很好的時候賺16塊 所以今年有機會逼近20塊 希望它有機會到 那也因為這樣業績 你可以看到股價一路往上漲 今年以來已經漲了快一倍了 蠻厲害的 這檔也是阿克力在達人秀 已經漲好幾年了 對 還跟這個他們董事長同台過 那時候我們還在14樓的數位棚 現在已經升任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兩小時 他也是經濟部長 大家都不錯 大家都成長 我們是時速成長 怎麼講起來有點悲傷了 好帶給觀眾更多的內容 好那重越我覺得現在時間點去看 還不錯 因為剛好跌到怎麼樣 剛好回測這個月線 這個月線是上升的 我覺得以台積電現在業績 身為半導體上游 而且是台積電供貨的主力的重越 應該也會不錯 因為我們看其實在回測的過程中 400張大戶跟投信都還是同步的 在買進的 那他真的是一家成長型的公司 2017 EPS才快6塊 2020已經到11塊 那今年前三季就已經14塊 你以這個月營收的趨勢 2020年以來 月營收的趨勢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處一個什麼樣 半導體密集入障的時間點 所以這個時候去看 不管是你看的是換股 或者是說 換股就是你想吃豆腐的 或者是說你ETF如果有納入這一檔 我覺得也是不錯 那重越我跟大家講 他是屬於這種類高息低波版的台積電 他是台積電供應商 對 因為我覺得純股族 其實很多對台積電 有一點障礙 因為股息比較不夠 然後又高價 對 然後他本益比大概30倍 波動度也比較大 那我今天幫大家做一個回測 其實重越大家如果沒有看我回測 還真不知道 藍色 深藍色重越 那黃色是台積電 比較淺藍的是這個0050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0050在過去五年的報酬 這是不含息的 109% 其實都遠遠落後台積電 跟受惠台積電的這個重越 重越過去五年 不含息報酬206 台積電243 但是如果你把股息還原 回去複利的話 其實過去五年 他的報酬率贏過台積電 好 因為他股息不錯 對 那黃色是台積電 你可以看到這個波動度 其實是比較大 那你如果做波段投資人 當然會很喜歡 那你如果是純股族 我們看重越的線 他相對來說波動度就比較低一點 是 那他的報酬也有比較大的來源 是來自於這個股息 我們看一下今年 上半年營收組成 第一次就是說 在這幾年 就除了2021年以外 2018年開始 佔上82%以上 所以他半導體對他的貢獻越來越大 也讓他的業績越來越好 所以今天帶給大家這樣的分享 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做功課 哪些換股的話 市值最重要 然後看這個預估的配取率 你掐指一算 看現在值利率多少 大概就可以抓到 好 因為有很多也算是半導體通路 或是設備股對不對 他們也算蠻有機會的 因為在手鈴鐺是非常的長 是 好 值利率也高 好 這邊非常謝謝 我們的總務股長阿格力